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国防部长还要来得更多吗 那过去我们看到陈明通 他曾经说2023大陆就要 以战来逼谈 到底是谁在贩卖恐惧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 立法委员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大家平安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议员徐晓鑫 大家好 IMB诈骗案持续延烧 民众才在质疑 为什么绿营的名代和官员 和诈骗集团好像关系匪浅 结果现在又爆出 原来2020年立法院交通委员会 到宜兰去考察时 陈欧部不但带着曾国伟去参加 而且会后还带了一群 交通部的官员 到他位在武捷的豪宅内 立委陈婉慧就指一了 这些人是不是一起正在 商议宜兰的交通建设 还有土地开发呢 他痛批整起事件臭不可闻 甚至还揭露王国财部长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竟然还说这个不必查 让人诧异 通缉在好像只要改个名字 就可以结交权贵 穿梭在监察院长 副格魁 总统府秘书长 警政署长之间 难道就是因为身边站满了大官 所以才不必查了吗 立委 原来这些通通都是正常社交 我们看一下 这位就是立委大人陈欧珀 然后他们在哪里呢 他们在曾国伟的宜兰 五节的豪宅内 这样子的饮宴 当时还有台铁的副局长朱来顺 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之前的台铁的局长 副局长当时都去了 这次IMB的祖先曾国伟 看到真的是大家通通在一起拍照 唱歌吃饭 看起来是很嗨的样子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政务顾问陈正坤 还记不记得 陈欧珀说我跟他们通通都不熟 之所以他们会借我房借我车 都是陈正坤介绍的 记不记得 这样应该已经很熟了吧 本来就算不熟 现在已经早就很熟了吧 交通部啊 路往哪里开 哪里的土地就值钱啊 懂吗 所以陈婉慧就说 一群交通部高官 跑到诈骗集团的豪宅开趴 像话吗 能看吗 结果王国才说 这是考察结束 考察结束以后 所以交通部就不能查 也没得查 胡说八道 睁眼说瞎话 谁说的 所以难道你部长下班了以后 就可以接受人家性招待吗 难道你下班了以后 就可以去酒店站酒家吗 当然不行 阵风单位就是要出来查呀 结果王国才居然可以直接说 不用查 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所以咯 陈婉慧就问说 那请问我们的温暖隔魁 陈建仁是不是也这样认为呢 而副总统赖清德都觉得不用查啦 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今天跟诈骗集团的首脑在一起 唱歌跳舞吃饭的 不是陈欧破 陈欧破 哎呦我们以为立委很大咖 小咖 还有更大咖的 看到没有 这叫做黄虫燕 黄虫燕有多大咖 他是总统府啊 没有比他更高的单位 没有比他更亲近蔡英文的人啊 多重要多红啊 所以他也去参加了 曾国伟公司的春酒啊 然后我们看看 就我们刚刚看到的 陈欧破带官员去 曾国伟的豪宅 另外 我们上次告诉大家的 苏家全 苏家全当过院长 当过总统府秘书长 这够大咖了吧 陈家清 如果连警政署的署长 都去跟曾国伟吃饭了 下面还查 还查什么查呀 是不是 还有陈菊啊 国之 国母啊 对于民进党来讲 只要陈菊一出面 对不对 大家通通都要尽他三分啊 那么一起参访 青绿的基金会 另外还有2023年 这个民进党的 当红榨子鸡 可是大阿哥来的啊 郑文燦 也被邀请去参加 曾国伟公司的春酒啊 哎呦 邀请郑文燦 去参加春酒的公司 单位一定很多吧 为什么选择去曾国伟呢 交情还不深吗 还不重要吗 你看一个曾国伟 哇 多厉害啊 总统府所有的高层 蔡英文身边的红人 一个都没有漏掉 那这样 才叫做今天民进党是怎么样 所有路人甲 他们通通偷去跟他们 这么的亲密吗 哪来那么多时间啊 那如果这些大咖 总统府里头的红人 未来的接班人 都跟曾国伟这么麻吉 请问一下 小小的一个王国财 交通部长敢查吗 能查吗 当然不敢碰啊 可见的曾国伟的靠山是多么的大 巴苦是多么的强 连王国财都敢回答立委说 不用查 好啦 那么 赖金德的态度是什么呢 这个现在的副总统 未来要选总统的人 民进党的党主席 他不就已经定调了吗 说这叫做正常的社交活动 不必因选举而扭曲 所以赖金德的意思 就是跟王国财的意思一样嘛 不用查 如果赖金德都这样定调了 下面的人 当然不敢碰啊 但赖金德还继续讲啊 说民进党要用最高的标准来回应社会 不会因人而改变 哈哈哈哈 笑死人哦 那什么样叫做最高的标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最高的标准就叫做给陈欧破警告处分 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叫做警告处分啊 现在你们是在开学校是吧 他又说不是 这个跟学校三个警告就要记过是不一样的 哦 你们不要误会了 我们只是告诉党公职 无偿用别人的东西不好 所以咯 连学校三个警告都要记过 还要清啊 所以这个警告呢 不是给党公职看的 是做给我们看的 就是意思说 你看我有给他警告了啦 好 赖石宝就说了 这根本就是在打脸赖金德宣誓的最高标准 扫除黑金 这叫做最高标准啊 统统都是假的啦 是在骗票 那曾明中也说 这种叫做最高标准哦 这个标准也太低了吧 看得下去吗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那其实一般的小公务员 他们平常都是面对什么样的阵风调查呢 还记得吗 不久前 台铁潮州车站 有一位副站长 因为呢 他平常呢 都有他的脸书嘛 po文呢 有他的YT粉丝 结果呢 他有一天啊 出去吃小火锅的时候呢 哎 居然他要买单的时候 因为有他的YT粉丝 看到他在那边吃饭 就已经先帮他买单300块 表示对他的支持跟鼓励啊 当然副站长很开心啊 就po文说 哎呀我今天吃小火锅的时候 居然有粉丝帮我买单了咧 哦呦不得了啊 这个粉丝可不是诈骗集团的首脑哦 这个粉丝也不是曾国伟哦 如果这个粉丝是曾国伟的话 就没有人敢查他了啦 看来这个粉丝啊 也是一个善良 单纯的小老百姓 查 有没有看到 阵风干单位 马上出动调查 调查这个小小的副站长 为什么会有YT粉丝 帮他买单300块的小火锅啊 那如果一个小小的副站长 都要交代 都要被调查 哎呦可见的 成欧部就是官够大 可见的交通部次长 就是官够大 还有呢 曾国伟够大条 诈骗集团一诈骗就是几十亿啊 这样才能够跟我们总统府高层 平起平坐 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赖清德说 不用查 这也不过是小事一桩嘛 现在爆出诈骗集团 怎么好像和绿营的高官名代 纠葛不清 而且啊 这消息传出已经将近一个礼拜了 但是赖清德一直不吭声 直到昨天 到了民党中常会 他终于开口了 却是说这些都是 社会正常社交活动 不必为了选举 攻防就扭曲人性 而又把正面信任 通通都给毁气了 问题是赖清德他接任党主席 其实不是很高调的说要排黑吗 说要用诚信 正直来当成政治表帅吗 赖清德昨天又说要以最高的标准 来改革黑金 现在我们看到诈骗案是已经居 各类犯罪之首了 对小老百姓的危害有多大 不是更胜帮派吗 那如果说绿营大官跟诈骗集团 一起吃吃喝喝叫做正常社交活动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跟帮派分子 正常社交呢 赖清德为什么还要排黑呢 惠友哥怎么看 这个案子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那个通緝犯 我们有很多种通緝犯 其实有些通緝犯 他被通緝他是不知道 譬如说他没有这个送打 他就不知道 但是像我们这个讲在IMB 这案子是诈骗集团的主嫌 这夜路走多的一定会碰到鬼 他一定知道他被通緝 那我们话这个再绕回来说 像这个在场几位他们做民意代表的 他们去跟人家这个合照 这个吃饭什么的 上面会不会写我是通緝犯 不会 那我们现在全国的通緝犯 有几万人之多 所以你也很难说 我跟你合照一下 你是不是通緝犯 你不是我才跟你合照 这很像有点这个强人所难 那国家平常是这样 因为这个我出道比较早 所以我当年在看这些B案的时候 这个其实他不是这样炒作的 所以我也这个可能 待会要请教巧新 因为上个礼拜巧新在爆调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这个IMB的案子 所有的东西都在徐晓星手上 然后呢 他会慢慢的切香肠 挤牙膏 看图说故事 慢慢的爆调 这个才是我熟悉爆调的tempo 我相信这个郑立文委员跟强哥也很 应该是这样爆调才对 但是你看到IMB这案子呢 变成是遍地开花 你有照片 我有照片 然后我还有什么吃饭的 什么名单什么 然后大家 我不是说去批评其他爆调的这些民意代表 说徐晓星要选立委 我也要选立委 你也好了 那你要曝光 我也要曝光 你有照片 我有照片 我怎么等你 但是这个就跟我们一般讲的传统爆调的 那个节奏感是很差的 而且主持人我必须讲说 我举个例子当中打点 像我们做节目的 我们是怎么决定题目 但我不晓得还有一个 像我们一般做节目 今天讨论罗志强 收视率很好 今天继续讨论 下礼拜讨论陈辉文 没有人看 换题目 我们讨论正义文好了 就是你没打中的时候 你就换题目 那我举这个例子问大家 IMB的案子有打中吗 我所谓的打中 因为你说以政党来讲 像赖清德来讲 就是你要反映在赖清德的支持度跟民调上面 赖清德有受伤吗 受伤的是陈欧珀 陈欧珀也退选了 我一直怀疑陈欧珀是被退选 反正他已经就不选了 那你说除了你是宜兰人 其实宜兰也才几十万人 你说台湾其他人认识陈欧珀吗 可能听都没 立法院一百多个立委 你都认识吗 很多立委我叫不出名字 真的 尤其是不分区的 这是谁 还要Google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说 去打IMB的案子 让巧新跟其他的这些 不止国民党 有党的其他人也在爆料 就说他们爆料很辛苦 可是有没有打中赖清德 甚至蔡英文总统的要害 或说赖清德崩盘了 连接到赖清德 或是跟民进党 这个整个 目前看是没有 而且卢同康 郑立委委员讲说 他说不用查 你记得那个静电视吗 当初苏贞昌 在立委员说就不用查 苏贞昌都说不用查 那你还查个什么叉叉 你就不用查了嘛 好 那我们在那边很深夜 你赶快查 他就不查 那你看我们从蔡总统这执政七年多了 有多少案子是说很像很奇怪 应该要查 他不查的 太多了 所以我用一个这个东西做的结论 这个蔡总统七周年记者会 我都仔细地看 蔡总统讲了一句话 我很在意 她说共鸣 蔡总统说这个 她说什么 做总统是不能被交的 然后应该是发挥自己的才能 然后引起民众的共鸣 我就问大家INB这个案子 你有没有共鸣 好像我这种跑社会的 我是一点共鸣 因为我看太多了 但是我举一个今天这个判决 我看你有没有共鸣 这个 这个叉叉 这名字我就不念了 2017年的南四角纵火案 他为了报复他的这个仇人 他纵火烧死九个人 九条人命适度判死 结果我们今天最高法院 判他无期徒刑定验 你看这无期徒刑定验 2010年 是谁在当总统 那时候民进党 他们彻翼弄个白玫瑰运动 你看这个在司法院门口 然后这个 因为司法院旁边就凯道 上凯道什么的 你看民进党 这个是一个性侵害的判决 可是他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这小女童怎么这样子 怎么这个性侵害判这么亲 从头到尾就是苹果日报跟民进党在搞鬼 受创的是谁 是马政府 强哥那时候也在 马英九你怎么无能 司改怎么这样子什么的 那你说今天这个判决 这个男视角在哪里 在中和 在新北市 现在新北市长是谁我也不知道 那你说这个案子 老百姓会不会共鸣 九条人命 制度判死没有用 他就一定要把你判无期督刑 他才甘愿 那我请问大家 白玫瑰运动的一个性侵害的判决 民进党就上街了 你今天国民党 你 我不是叫你们上街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有没有其他 可以让民众有共鸣的 就是这个案子 这个我心有栖栖焉 这个怎么这样子 你民进党 其实蔡政府他就是费死 那我们历次跟费死有关的民调 民众是80%以上的 一面倒的认为应该执行死刑 那国民党有找到那个 其实主持人我的意思是说 我也觉得 我也不晓得国民党 现在我们常委主委是谁 这是国民党有点这个 多头马车的味道 然后这个很用力的 要去打民进党的弊案 然后这个第一线在打的这些 像这个郑委员 乔薪强哥他们也都很辛苦 可是目前看起来是没打中 没打中是要干嘛 就要换题目了 你们上街我一定审愿你们 好不好 国民党加油 好 所以贺恩哥意思就是说 重点不是这个备案有多可恶 而是说到底打到 有没有让民众有共鸣 好 问题是赖金头 昨天在中常会上就说 民进党要立下一个最高的标准 结果连政会果然给了大家 一个最高的标准的示范 他针对这个陈欧破 不当接受诈骗集团的资源 做出了警告的处分 但是连政会也解释说 这个不像学校 记三个警告就变成一只小过 而是告诉其他的党工职人员说 无偿使用别人的东西 这样子不好 郑明中委员就傻眼了 他说这叫做最高标准 还是最低标准 先前有开设YT频道的一个 台铁潮州站的副站长 他因为支持者 帮他付了一个小火锅的账单 结果这个副站长很高兴 自己把他PO上了网 结果马上被阵风调查 而且要查他的私人活动 结果我们的高官 跟诈骗集团去吃饭 这叫做正常的社交 基层吃个粉丝的小火锅 要被调查 然后赖清德所谓的最高标准 是不是就是只适用在 小老百姓身上 大官不适用吗 志强 其实刚刚慧文哥讲的东西 我觉得确实坦白讲 在野党国民党要注意 为什么我举一个例子 你像这次打那个 小新非常棒打AMB 对不对 那打打打 那陈欧会不会打下来了 但看起来赖清德 就是切割得很完整 可是你看 很有趣的一个类似的事情 是那个蔡世英 蔡世英当然被那个 黄国昌拿出来说 他贱卖国土 对不对 因为发现这个新闻 其实没有很大 当时刚开始没人理他 可是在基隆他发酵得很大 因为什么 因为像我 因为我就是一直毛起来 在发酵这件事情 可是你就发现 地方选举跟总统大选 确实有差别 到地方选举之后 蔡世英之后 那个基隆市长输了 也不敢选立委了 可是现在 我觉得确实 我们在监督政府 是面临到一个很大的难题 就是说你今天把那些 我们讲他们的立委 就像陈欧珀这些 砍一砍 可是赖清德 民众事无知 都把他断联了 可是不管怎么样讲 我对小星有信心 对不对 诈骗人为剿灭 巧星继续努力 我们继续声援 所以大家相信巧星 我们继续来监督政府 那我就要回到 这诈骗这个题目 做贼的喊抓贼 对不对 诈骗的反诈骗 你能相信吗 本质就是如此 今天你就期待民进党 这个打诈 反诈 然后去把他诈骗的同志们 好好约束 重诚 不是刑事的警告 这叫做 赤几体有担 自己就是一个广泛的诈骗集团 你怎么去期待他 我常常讲国之将亡 必有诈骗 为什么 你现在看台湾的民众 台湾民众 台湾民众只有 有个民调 只有6%的人 没接过诈骗讯息 我非常怀疑 根本没有这6% 应该是100%人都接过 这6%除非是住在桃花园里面 与世隔绝 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人 没接到诈骗讯息 我现在这整个摄影棚 你自己去问 你有没有接过诈骗讯息 你不可能没接到 我们每个礼拜都接到的 都比比皆是 经常性的接到 这个政府无能 那无能 举最具体的例子 我们的诈骗的 所谓犯罪见数是历史新高 我们的诈骗受害者人数 也是历史新高 我们诈骗被骗的金额 也是历史新高 民进党的政绩 好棒棒 你在现在身边 而且金额都很大 我刚刚有身边好几个朋友 那金额都是不小的金额 而且也不是有钱人家 几乎被诈骗集团 吃干妈尽的掏空了 那回头我只讲一件事情 民进党你要撇清 陈欧破很好啊 撇清最好的方式 我也认为 不是只是处理陈欧破啦 最好的方式 你交出反诈骗的成绩嘛 你七年来 你没有交出来 原因很简单 就是陈欧破的千丝外侣 跟诈骗集团的利益共生的集团结构 反映的是什么 我看冰山一角啦 你民进党你跟我讲 你跟这些诈骗集团 有没有利益共生结构 就像现在被抓出来宜兰啊 跟你讲那些都是政府政要 交通部次长 台铁的副局长 前任的台铁局的局长 政务顾问 以前都是 那更不要讲那列出一串 总统府府民主长都宴请诈骗集团了 那你跟我讲 这些东西所有东西 当然不能就此就认定 我承认不能就此就认定 一定跟诈骗集团有关系 但陈欧破是已经确定了 他不管是什么房车赞助 甚至所谓的投资利益的共生 陈欧破是最正确凿了 那司法的那个刑事部分 责任部分那是有待调查 但是政治责任部分 那是他不用再推了 可是民进党这整个所谓的 跟诈骗集团利益共生图 那就说真的 就还要再去爬疏历清 可是回头就讲 要不是因为民进党 跟这些利益共生 有挂钩这么深 我也想不出来 为什么今天你的诈骗是 你越打诈骗越凶 你越打诈骗越多 你越打诈骗 涉及的官员层次越高 你真的 你不要跟我讲 中间没有鬼啊 我就觉得你民进党本身就是有很多的鬼在里面啊 才会今天导致说你 你诈骗怎么 诈骗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对 到处扯啊 所以回头我就要讲是说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什么 就像一样嘛 你看民进党的态度是什么 那些官员去里面 他跟你讲三个字给你结案 王国才说不必查 什么叫不必查 你再查上去 统统抓出来 动摇国本了吗 好 不过我们来看到 其实过去赖清德 他不是借着李全教议长的会选案 塑造出了一个高道德 而且有政治洁癖的人设吗 所以在政坛被称为叫做赖神 而接了党主席之后 他更高喊要排黑 先不说过去 郭再卿的卢渣案 就发生在他当市长的任内 那么不法获利高达21亿 可是赖市府罚他多少钱呢 20万 他的爱将邱莉莉选议长 不是也爆发会选吗 结果赖清德的党中央 祭出了一个不痛不痒 停权三年的处分 现在绿营的明代官员 好像都卷入了诈骗集团的风暴 结果就给了一个比学校警告 还没有嚇阻力量的一个更小的警告 这时候赖清德的政治洁癖到哪里去了 难道好起来了吗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小新 这个刚会问哥就说 是不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切香肠 料包得太快 所以根本没有打到赖清德的身上 所以你说还有东西可以让赖清德想起他的政治洁癖吗 我认为这个选战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回想当时陈时中 陈时中那个时候也是时审 所有人全台湾都要顺时钟 如果没有顺时钟的话就会被出征 他的满意度高达百分之八九十 这个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然后每天下午两点疫情记者会 全台湾的人都认识陈时中 那他要选台北市长 这个不是很容易就能够选上吗 但是选战过程是这样子 他是一刀一刀 血是慢慢流的 所以血是慢慢流的 他有时候他不见得像以前有那种 陈水扁那种大弊案 一刀就把他整个头给砍了 但是血是慢慢流的 所以民进党现在的主席是赖清德 所有现在民进党执政不利的事情 他当然还是会影响到赖清德 只是他不是很快 他慢慢慢慢慢慢去 那离现在选举还有好一阵子 如果每天都是看到民进党跟诈骗集团勾结 然后诈骗集团的事情没有被解决 一次又一次这样子下去的时候 人民真的对这个政党 现在的执政党心灰意冷的时候 大家会觉醒 会认为下架民进党是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我昨天晚上直播才报一个料 也是一个看起来是小事情 但是其实很严重 也跟诈骗有关 NCC他们的网站 竟然长年来 你只要因为如果我们在国外 去买了一些3C产品要报关 你拿到报关的单号之后 最后两码换成其他的乱数 你就可以无限的下载 台湾人民曾经申请过的相关资料 包含什么 姓名 电话 手机 户籍 印章 身份证字号 全部都可以下载 然后呢 好 我昨天晚上爆料完之后 今天早上11点 他们赶快改好 然后说呢 我们会加强资安 可是已经这么多年了 我就请问 数位发展部唐凤在哪里 拿了200亿的国家预算 有没有在替台湾人民把关 今天诈骗集团可以这么猖獗 骗了刚刚强哥讲了 94%的人都收过 最起码都收过诈骗的讯息 为什么我们台湾民众的各自 会流到这些坏人的手上 不就是因为民进党的放任吗 不就是因为赖清德他们等人 那他们的双重标准吗 所以不管是说 过去赖清德 他在郭再卿 就是在他的任内 卢渣案养大养起来的 或者是他的爱将邱莉莉 涉入了正副议长会选案 我要告诉大家 其实今年选战的大菜 最重要的重头戏 我还是认为在台南 IMB这个事情是因为涉及到诈骗 大多数人都有被诈骗的经验 所以很生气 觉得你们民进党高层 怎么跟诈骗集团挂钩来 骗我们台湾人民 觉得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真正我觉得会影响到 赖清德的事情是什么 是台南 台南因为民进党长期执政 而且由赖清德到黄伟哲 这义托拉苦的人都很熟 然后做久了以后 什么烂事都来 卢渣也来 光电利益也来 太阳能板搞得台南热得要命 然后连正副议长都会选 过去他风风光光的说 我不要跟李玄教这种人为伍 所以我不进议会 替自己不认真上班工作 找了一个理由 可是如今当自己的爱将 同样是新潮流的邱莉莉 他涉及到政府议长会选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知道你们屁股上有几根毛 你们不可能会去做出这种会选的事情 到现在赖清德还在说这种话 所以民进党的长期执政 在台南就是一个示范区 我可以告诉大家 台南市就是民进党的长期执政示范区 如果我们希望全台湾都变成台南这样子 那让人民进党继续执政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投家 先前外交部长吴钊燮被问到 美国是否把台湾纳入了核保护赛 他说会有讨论 但不适合公开说 这样说法就被立委质疑了 你这是故弄玄虚吗 总统不是说不可以贩卖战争的恐惧吗 结果没有想到外交部特别发了新闻稿 痛批说在野党是扭曲发言 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 不过今天呢 胡方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也被问到 因为我们是不是有美国的核保护伞呢 邱国正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不知道耶 我没有接到任何讯息 如果没有核保护伞这件事 或者是只能做不能说 那正常的反应 不是就应该像邱国正这样的反应吗 吴钊燮他故意是留下一个话尾 不是反而会让民众可能会担心 可能会感觉 有可能爆发核战会恐惧吗 那如果说不是要贩卖战争的恐惧 难道真的像外面有人怀疑的说 其实吴钊燮他是在抢 国防部长的饭碗吗 是不是真的这么想当文人部长吗 李文人 那真的是一个战狼部长 但是呢 他想抢的是萧美琴的饭碗 不是国防部长的饭碗 大家都知道 他非常想要跟萧美琴对调 不过这个当蔡英文说 他骂在野党 每天在制造战争的恐惧 他是骂错人了 他应该骂吴钊燮才对 因为我看第一名就是吴钊燮了 一天到晚都喜欢 不断的在贩卖战争 用这个东西让大家觉得 就是说台湾好像濒临战争了 然后他在跟大家讲说 台湾很勇敢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随时要一战 这不就是我们伟大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吗 好 那么之前被问到说 因为国际上面在讨论 日本韩国是不是都在 美国的核保护伞内 那同样是第一岛链的台湾呢 那台湾怎么办呢 所以有人就问到 我们的外交部长说 台湾在不在美国的核保护伞内呢 哎呀 我们这个外交部长呢 就不想答故弄玄虚 因为不好意思说台湾没有啦 人家美国大小眼啦 我们台湾是小孩的啦 日本跟韩国比较亲啦 然后才是台湾啦 这讲起来就不对啦 跟他们原本所设定的台美关系最好 似乎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嘛 可是呢 问题他如果要直接讲说 有 我们台湾有在美国的核保护伞内呢 这事实上又跟事实不符啊 所以他只好说台美双方有沟通 见鬼了 有沟通 你在梦中有跟对方沟通啊 但内容不宜说明 所以咯 基本上呢就是不能讲 那么呢 他的故弄玄虚呢 就被赖世保骂啦 说呢 美国根本就没有松口要协防 他对台湾根本连一个协防的条约都没有啊 哪来的把我们纳入核保护伞啊 然后到时候呢 他们就觉得把台积电炸掉 不就连台湾也不用保护了吗 所以咯 用核武来保护台湾 这可能是吴钊燮在做梦吧 外交部言辞 骂回去 骂赖世保 点名哦 点名赖世保说他扭曲了部长的原因 那部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也没有人看得懂啊 说他为言耸听不负责任 哪一句为言耸听啦 什么时候美国答应要协防台湾啦 哪一句为言耸听啦赖世保 然后呢 外交部还骂赖世保说 不要借机贩卖战争恐惧 真的是打人的划救人哦 那每一天在贩卖战争恐惧的 不就是我们这个吴钊燮 尤其他非常喜欢接受国际媒体访问啊 一天到晚都说台海要开战啦 但是啊 台湾人一点都不怕 那民进党的发言人呢 当然这个时候呢 也出来赞几咖啊 就说呢 战争必然论是造谣 谁在讲战争必然论呢 基本上如果是国民党的话 通常都是说我们希望能够避免战争 希望台海是和平必然论啊 可是有人要破坏台海的和平 尤其是民进党 居心不良 但是呢 民进党的这个发言人就说 是国民党在用战争恐吓人民啊 蔡赖的立场都是说 和平是唯一的选项 那么呢 好啦 那我们就来问一下 正牌的国防部长好了啦 国防部长应该最清楚吧 啊 我们到底呢 如果会不会遭受核攻击啊 我们是不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内啊 那邱国正是说我不知道 没听说过嘛 从来没有核保护伞的相关讯息 所以吴钊燮知道的比国防部长说 请问一下吴钊燮到底是跟哪位 美国人开会讨论美国的核保护伞啊 然后呢 国防部都没有人参加 现在是怎么样 已经把国防部晾在一边了吗 当然不是嘛 这全部通通是吴钊燮信口开河 胡说八道 也不是第一招了啦 那跟诈骗集团有什么两样呢 好啦 我们看到蔡英文啊 直接说叫在野党不要为了选举利益 贩卖战争恐惧啊 太好笑了 全部通通都是蔡的人马 蔡的团队 每一天在卖战争恐惧 生怕老百姓不害怕 那么是谁在民进党的这个中央 蔡英文在当党主席的时候 还叫人家来报告 这个黑熊学院 记不记得 要我们台湾啊 要连一般老百姓 都要组三百万个黑熊勇士啊 干嘛 全民皆兵啊 那不是要打仗 不然是干嘛呢 然后我们来看看 在蔡英文的团队里头 邱国正 国防部长 在2021年底的时候说 两岸情势 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严峻啊 哎呦 好紧张 吓死人啊 还说两岸一旦开打 台湾是没有分前后方 什么海峡中线 你们想太多了 台湾连前方后方都没有了 一切通通大家一起遭殃 好 我们看到2022年 也不过就是去年的10月 没多久之前 陈明通他可是国安局长 他还说今年2023年 中共恐怕就会对台湾干嘛 以战逼谈啊 这不就在卖战争恐惧 不然是什么呢 就是你蔡英文的国安局长啊 好 外交部长吴钊燮最爱讲了啦 连今年初的时候 还说大陆武力犯台的 几率已经升高了 已经高到不行了 可能啊 2027年就会打我们啦 另外呢 他在今年4月的时候呢 上个月而已啊 还说解放军军演啊 就透露了正在对台湾 发动战争做准备 这不是贩卖战争恐惧吗 那如果按照蔡英文的意思的话 哇 蔡英文你下面根本是重判清理啊 你的外交部长 你的国防部长 你的国安系统通通都在贩卖战争恐惧啊 蔡英文这些人难道都是我们国民党派去的吗 好 其实呢很多人就质疑了 绿营在2020年不是贩卖芒果干营的大选吗 这次是不是想复制这个模式呢 民党最近抨击侯友宜说 不反对九二共识就是接受一中 而侯友宜则是表态说 他反对一国两制也反对台独 不过这个侯友宜的意思啊 他言下之意指的就是 他要维持中华民国现在的这个现状 那么事实上 马英九前总统先前登陆时 他曾经公开指出 其实在中华民国的宪法底下 现在台湾和大陆都是属于中华民国 意思也就是说在没有修宪之前 中华民国只是分成大陆地区 实施的是共产制度 在台湾地区实施的就是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所以说起来一国两制 就是一个中华民国 然后呢一个是共产制度 一个是民主制度 这样说起来一国两制 有什么不对吗 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辉文哥 所以呢 为什么好像有的人听到一国两制 就一心觉得指的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呢那个制度就是香港那个制度 等于是没有谈之前 就要先放弃掉所有的权势权 完全接受别人的框架 这样的话不是很没有自信心吗 为什么一国指的不能是中华民国呢 这个主持人是这样 因为我们看前一阵子 赖清德在政大的演讲 讲说房价正在下降 可是那个新闻草不大 然后两三天就结束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媒体 都是支持民进党的 然后呢对民进党会饮恶扬善 所以这个像在党的这些 这个民意代表去攻民进党是有困难的 那我觉得这个选战是应该团体战 而不是单兵作战 应该是系统性有节奏 然后有主key的人去打才对 不然的话党中央打一个 侯友宜的这个团队打一个 然后像巧新他们这些大炮 龙界那个大炮 强哥他们再打一个 那你的那个标靶跟火力 就会分散掉了 这当然是国民党的这个问题 那我给大家看我们的这个赖审 赖副总统也是民进党党主席 他说在呼吁民主世界 不要受一中的原则这个匡限 那这个一中就刚刚主持人讲说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一中 就是其实一中是我们中华民国 那大陆讲的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一中各表的意思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赖清德说 不要受一中原则呢 因为赖清德就会回到 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 其实一中我们就是中国 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国 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早成立的 有什么好怕的呢 所以你看这个严正生教授 这个是这个政治学的专家 他说全世界只有民进党 不承认一中各表 为什么这个严教授这样子讲呢 因为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 他们承认一个中国 跟中华民国建交的 也承认一个中国 所以只有民进党不承认一中各表 我给大家推荐 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旺报的社论 他说两岸的现状 其实就是一国两制 所以回到刚刚主持人讲的 这个宪法的部分 由宪法的观点来看 两岸的现状是一国两制没有错 完全正确 所以我跟这个观众朋友报告 在我们节目呢 这个可以批评侯友宜 但是不能批评侯友宜 我上礼拜批评他通通被剪掉了 所以我们来批评侯友宜 那侯友宜说他反对一国两制 那侯友宜你反对一国两制 那你的对策是什么 你可以反对一国两制 像2019年韩国瑜选总统说 韩国瑜也说 我也反对一国两制 那你不要一国两制 你要什么呢 所以我为什么希望大家去研究 我们旺报今天事 其实现况就是一国两制 那你不要一国两制 你要干嘛呢 我猜啦 我猜何后宜的答案是说 我要维持现状 那有没有维持现状这个选项 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马总统的交棒给蔡总统 已经七年了 两岸的现状已经变了 是被蔡总统变了 其实大陆对我们的这个 没什么变 它就是我们是一家人 然后我们要坐下来谈 我们是和平 然后他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 他这几十年来都没变 变的是我们 是我们从国民党变成民进党 从马英九变成了蔡英文 是我们在变 所以主持人我的结论非常简单 这个我跟他没有套招 因为感情不是很好 这个是马英九前总统 在大陆讲的 我请侯友宜 把这句话再讲一遍 我就支持你 好不好 台湾地区大陆地区 都是中华民国 都是中国 我不是说 要去批评侯友宜 是他已经很多次在 不管在新北市议会 或者在媒体联访的时候 问他九二共识 他问A答B 那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你呢 对不对 所以主持人容我再讲 就是说这个 国民党的征召已经结束了 国民党征召预测 由徐晓信获得第一名 他很早就跟我讲说 五月十七会征召后遗 我想说我一定是等的 如果不是征召后遗 你看我怎么骂你 就还真的征召后遗 但是呢 征召后遗之后 支持郭台银的会离开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反对郭台银的也会离开 像我 我在节目中跟郭台银讲 我是盲目的支持后遗 不是我多喜欢后遗 是我非常讨厌郭台银 郭台银的劣行恶机 我就不谈了 因为时间不够了 但是呢 郭台银征召出局之后 我还必须盲目的支持后遗 不用啊 因为郭台银他可能 要等着换猴 或是郭台银要跟 这个柯文哲合作 或者他自己要独立参选 我祝福他 可是我没有必要 再继续盲目支持后遗 所以后遗 你的问题不是 跑去高雄开奖 不是 也不是去拜会 马英九或韩国瑜 也不是 你也不必急得找副总统 你应该告诉大家 你要带领我们往哪边走 你的立场是什么 我投给你的意义 跟投给赖清德 投给柯文哲 有什么不一样 我要的是这个 不是你跟我讲什么 什么好好做事 什么反对台独 反对国两制 那个跳针的话 不要再讲了 因为观众朋友 你如果了解的话 你知道我的耐性 是很有限的 已经到那个临界点了 你赶快把它说清楚 讲明白 没有那么难 来答案在这边 你就回答吧 你说你要 捍卫中华民国宪法 台湾地区 大陆地区 都是中华民国 都是中国 其实这个就是九二共识的意识 九二共识不是票房毒药 国民党 2016 2020 两次的惨败 跟九二共识 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不要污名化九二共识 请回到九二共识来 如果有一天 侯友宜真的当选总统的话 如果 他才能够回到九二共识 跟大陆坐下来谈 这个是逃避不了的 请侯友宜再想一下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庶民大投家 赖金德说 接受九二共识 就会丧失台湾的主权 问你是 在还没有修宪之前 大陆地区 台湾地区 都是中华民国的固有疆域 那么只要是对着 宪法宣誓就职的人 反对于中 难道不是违宪吗 赖金德 他当隔魁 他当副总统 全都是对着 中华民国的宪法宣誓 但他却说自己是 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要选举的时候 他又改口说 台湾不需要再宣布独立 这不是等于是 他不只叛国 他也背叛了台湾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志强 所以说像这样的人 除了要选台 这个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会投给他吗 首先我想侯友宜 可以不要听马英九的话 但侯友宜一定要听听 辉文哥的话 那我现在回到赖清德 在谈赖清德之前 我想先默哀三秒钟 为什么三秒钟 台独今孙已经死了 台独今孙已经死了 为什么呢 台独万岁的赖清德 台独今孙的赖清德 曾经说过 执行会木马屠城赖清德 他现在跟我讲说 统独不是问题 他也开始高唱和平保台 那你说我能不哀悼 台独今孙吗 我也只能哀悼 台独今孙 但是没有关系 你要转弯 就转得彻底 转得又不干不净 他现在讲说 接受九二共识 就是丧失台湾的主权 我正要严厉的 替蔡英文来谴责赖清德 你简直公然 公然的批评 蔡英文丧权辱国 为什么呢 其实刚会论哥也提到了 九二共识 我们都讨论到 九二共识是什么 九二共识很多种解释的面向 我用我的面向 九二共识就是什么 就是一中各表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区共识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是什么宪法 就是一国两区的中华民国宪法 然后呢 我们现行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就是一国两区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我们现行的陆委会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更是一国两区之下的 一国两区委员会啊 那现在很好啊 你今天赖清德说 我不要上权辱国 我不要接受九二共识 那我给赖清德三册 你现在就立刻宣布 我当总统 我立刻宣布台独 然后呢 废掉这个 一国两区的中华民国宪法 同样的 我也立刻废掉什么呢 废掉一国两区的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啊 那我更要废掉那个废物委员会 我跟你讲 这七年 整个行政院 最废物的第二名 没有第二名 只有第一名 就是陆委会啊 我本来想说束发部 束发部还不到七年 束发部也是一个废物部啦 但是比束发部还废物的 就是什么呢 因为束发部还至少一个 点面线APP啊 对不对 它还做一个点面线APP 我问各位 我们的陆委会这七年做了什么 你讲一件事给我听 只会骂老共而已 我有一个陆委会 专门负责骂老共 我需要你啊 我们的国防部 我们的外交部 我们的赖清德 哪个骂都不好听啊 我需要专门成立一个 不会 不需要吧 所以赖清德 你说你当总统 你第一个就把 一国两区的陆委会 这种废物委员会 把它裁测掉嘛 那你做不到的话 那我说真的 你现在跟我讲上权辱国 你们过去七年 都在上权辱国啊 你过去七年 都在一国两区啊 蔡英文就铁针针的菜 蔡区长 民进党是很喜欢玩 这种自我羞辱的游戏啦 最典型的 最近在台湾的WHA嘛 WHA你知道吗 蔡英文曾经说 用中华台北出席 WHA的政务官 就是上权辱国 就是对不起台湾人民 结果呢 蔡英文上来之后 很开心啊 林纣炎 他骂的是叶金川啦 骂叶金川了 他没有想到 他一上任之后 第一件事什么 林纣炎就去参加 WHA也就用中华台北啦 就用中华台北 那请问 林纣炎是不是上权辱国 那林纣炎是不是对不起台湾人民 是不配作为政务官 没有 他说林纣炎好棒棒 民进党像这种 所谓的就自我打脸 自我上权辱国的这种事情 做多了 我说真的 真的 赖心得有点骨气啦 你不要让台独金川 非常含泪的 躺在棺材里面 要让台独金川 复活 先把一国两区的宪法 人家安能源关系条例 跟陆委会废除 那你的台独金川 就可以从棺材里面爬出来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帮忙按个赞哦 蔡英文总统说 要在野党 不要为了选举贩卖战争恐惧 绿营还痛批在野党 所谓的战争必然论式造谣 是跟大陆畅吓恐吓民众 问题是过去是陈明彤所打 他说2023年大陆就会以战逼谈 而吴钊燮受访的时候 说北京正准备对台湾发动战争 到底是谁在贩卖战争的恐惧呢 民众担心票投民党会不会全民上战场 让绿营九合一的选举大败 所以现在民党就说了 战争不是选项 赖金德或去自称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现在要选总统 他就改口说不必宣布独立 所以只要民调发现 我们的说法好像没选票 就可以立刻华丽转身吗 就连所谓的抗中保台 现在也变成和平保台了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巧新了 赖斯堡就质疑啊 绿营的保台是不是都是大内宣 只是言很大而已 跟大家说 其实蔡英文告诉我们说 战争不是选项 但却没有告诉大家 他作为总统要如何带来和平 但国民党这边不一样 九二共识是写在我们国民党的党纲里面的 所以当然我们的总统提名人 虽然侯友宜他还没有去讲 可是代表国民党出来参选中华民族的总统 那一定对于九二共识我认为那他是能够同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九二共识里面所谓的一中 本来就不应该被民党去曲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我们而言一中的这个中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所以反而思绪混乱的是民进党 是赖清德 但我们也不能怪他 他过去是主张台湾独立 而且他说他从政的初衷就是为了要台独 所以如果没有台独的话他当医生就好了 那他为了要去推动台独所以才从政 可是呢看得出来他也非常的委屈 所以当民进党过去在抨击于美人的说 委屈的和平也是一种和平的时候 那我想要问赖清德的是 委屈的台独还算不算是台独 其实现在民进党他整个很委屈 因为他过去是想要推动台独的 民进党的这个方针大家都知道 可是台湾人民不接受国际情势不允许 那对两岸之间也会造成负面的观感跟结果 所以他们现在讲中华民国台湾 也讲中华民国台湾 只是过去马政府时期我们台湾是夸号 因为我们国家正式的名称不叫中华民国台湾 叫中华民国 而我们国家的昵称 就像是有些人有正式的名字登记在身份证上 但他也有一个小名乳名叫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所以其实两岸关系界定的最清楚 就是在马政府时期 那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这句话韩国瑜也有讲 马英九也有讲 侯友宜也有讲 所以虽然侯友宜他没有去说出九二共识 但其实实际上面他所展现出来的 中华民国是我们的国家 那台湾是我们的家园 这句话就是在讲一个中国各自表述 只是我们不想让民进党去曲解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里面又继续考抗中保台 搞这一套去伤害我们民众的情感 然后去扭曲九二共识 那所以我们才真正要问的是 当国民党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论述 可以保持两岸和平 而民进党没有的时候 那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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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